我讲的是说它可能会是一个较为弱势的反弹 那么弱势反弹就是说从跌到这个地方 刚好是到0.236 你说我认为它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而不是应该是一个强势的反弹 所以刚好就在现在这个点阶附近1283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可能略比较高一点 现在131285不进 所以就很好如果能到1285 1283也可以 现在包括现在的位置也可以 这个地方刚好我认为是一个弱势的反弹 好在这个弱势的反弹的时候 那么它的整个变化当中又给我们很多的信息 第一个是假的突破 这个我之前讲过假突破 你看4小时线是不是4小时线被破了 破了以后立刻收回来 如果你看盘的话 在这一段你看的像是一个假突破 而且它是有上涨的 好那么上涨的同时呢 它完成了一个所谓的倒势反转 有发现了吗 有发现了 这个点为什么 对吧 突破了这个点 当然你说这个点也算 但这个点更好 突破了这个点 好 突破了这个点被认为是倒势反转 所以没人敢去做空了 明白吗 就是在这个区间里 没人敢去再次做空它了 所以我要求你们在这个地方去做空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道理 好 还有另外的一层 另外一层 就是说还有什么含义 这个 经常会干一些事情 会干什么事情呢 你看它 它会在上涨的时候 它会在比如说下跌的时候进行锁单 然后上涨的时候解开 下跌的时候又锁单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所以那么在这一侧 这样的走势 就是另外的一些之前被套住的 如果他们是之前有进行锁单交易的话 这里是很有可能进行有把这个单子解开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发生了一个较为确认的上转 加上有破位 加上有认为是一个假突破 包括有大的阳线 这个大的阳线 你说这个我之前都有提过 我说这个地方最好是有稍微大的一些阳线 这样的话给人感觉是一个 所以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些条件都完成了 所以我才去做空 好 那么这个做空是否一定会成功 当然一定 但是我是建立在我们一直从上方的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的状态 所以那么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我现在我放置什么 我会放到更高的位置上去 所以你就计算你的仓位 之前的话如果在这里 如果放到更高的位置上去 我可能会计算盈亏可能在2%到3%左右的盈亏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接 因为它不见得会有高位 但是如果它运行上去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实际情况 因为你躲过200点反弹 你并不是追恐 第一个先说这个意思 第二个是说如果它触发到了0.382 这个地方如果真触发到这 我会更改我的看法 因为如果到这了就会有人分高卖出了 所以如果到这了我会不会第一天执行 如果到这里以后的话 等它回来我会把它这个仓位平掉 简单来讲 就是现在的仓位 如果是走到1297 1295 大概100点 那么我认为我之前的这个判断有问题 因为我认为是弱势反弹 应该直接下跌 不应该反弹给人高位做空的机会 如果到382 你肯定给人做空的机会 那你就还要往上走 那我就等你回落的时候 比如回到八几个位置 看一个大概几个位置 我可能不赚不赔 或者是略为赔一点 或者略为赚一点 就都无所谓 那我可能去把这个单子就平掉了 好 这个是整个黄金的困席 大家明白吗 这个状态 既然这里你有可能赔钱 那为什么你这里不去做 包括这里不去做 这个我一直在强调 我有我的做单的交易的位置 你们有你们的 我不不反对 包括上周我记得有同学说 在这里能不能空 我说可以空 但是这不是我要做的交易 或者有人说 在这里六一是否能够去做多 我也想可以做 其实你这两个位置做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想 我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我都参与了 作为交易者 你有改善过吗 作为交易者 你真正的参与了一个交易的计划 这样的交易以后 它会打乱你后续的交易 明白吗 而我是把这一边作为条件 下跌反弹作为条件 然后我会在我希望的地方 错了我会有风扩 对了我会有时有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对了 它如果下破的话 破了1260下一个位置 如果破了1260再往下走的位置 就是1204了 因为这些位置都不算是合理的 1251这些地方 都没有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支撑的力量 没有B 所以就直接会看到这 那你想象一下 我上方反弹 这我就可能会赔大概200点左右 最多赔200点 如果我确认是判断失误回落的时候 可能赔几十点 如果是正确的话 下方可能会再有一个1000点 你就明白了 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笔交易 明白吗 这是一个比较直译的一个道理 好